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材料科学系列。 今天,我们会深入探讨最知纤维和棉花制服材料的物理和化学特性。 我们会具体比较最知纤维和棉花。 这两种材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。 首先,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材料的物理特性。 它们的强度、伸展性和内容性都有所不同。 最知纤维、内容性强、防皱能力高, 很适合一些需要长时间保持整洁外观的制服。 棉质材料相对来说,棉质制服的内容程度和防皱能力较低, 因为它的纤维含水率高,容易造成皱洁。 接着,我们探讨一下它们的化学特性。 核心指标有吸湿性、導电性、热稳定性和防火性能。 这些指标对于评估和选用适合的布料非常重要, 以确保材料的功能性和安全性能满足使用要求。 吸湿性,棉是一种高吸湿性纤维, 能够迅速吸收和排出汗水, 令穿着更加舒适, 特别是在炎热的下跪。 而醉脂纤维则属于疏水性, 它的吸湿排汗性能较差, 更适合在冬季穿着。 导电性方面, 面质和醉脂纤维都不是好导电的材料。 面因为是天然纤维, 通常导电性比较低, 而醉脂纤维作为合成纤维, 亦基本上是疏水性的, 所以它们的导电性都不高。 这些材料怎样转化成我们日常用的产品呢? 从服装到家居用品, 它们的应用无处不在。 今天的探索就到此结束。 请关注我们频道、收藏、并转发。 下次见。